歡迎收看GPTV的《國情講程》 繼續有教授和我在 教授 買書賣成怎樣 聽說也可以 不過大家都知道 我們這一類書真的不能期望過高 但都是一種服務 講來講去都是希望年輕人對選舉有些興趣 亦都希望更多年輕人出來 會想想好不好選舉議會 幫人選舉議會 慢慢做起 講起選舉這一陣子 跑馬仔都十分劇烈 國路人馬英雄完全出位 是不是 梁振英 講說每個節目又出 飯牌周圍經常說我沒有抽水 唐英聯打算暗馬底做都不行 看來京官都未決定 真是 曾蔭權比梁振英更厲害 我們那時候見到 曾蔭權在立法會 罵人抽水 梁振英又飛撲出來說我沒有 現在我們聽見王剛亞在罵公務員 又說他們經常說英國 敗英國 很多人就說 其實不是罵公務員 是罵曾蔭權 曾蔭權又沒有 詐詐詐詐詐 又沒有說不是罵我 但是我們不理他 飛不飛撲出來說不是罵我 一般規矩都是 你做一哥人家罵你手下 你都要出來說 第一我的手下沒有錯 或者我做一哥有甚麼責任我負起 你做政府的首長行政長官 人家罵你的伙計 你又詐聽不到 做你的伙計真是挺難的 他可能當了只是他 他只是三司十二局那一堆 其實這次王剛亞這樣說 就十分之奇怪 你知道 如果你真的說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時間 為甚麼一個京官港澳辦主任 是需要來到香港的公務員體制 其實真是風馬牛不相及 其實我想這個情況真是 很令人感到擔心 大家都知道我們回歸之後 香港的高度自治 是相當為中央領導人所注重的 那時起碼他做戲都做足 我以前剛回歸的時候 都聽過這些故事 特意做戲給別人看 即是說美國有些部長高官訪問北京 順手叫北京說 給我安排了訪問香港 我去香港的節目 北京那些港澳辦外交部 馬上說香港高度自治 我們不會理這些事 你找香港特區政府 現在不是 現在即是 那些京官 每個禮拜發表一下言論 你這樣做你真是很麻煩 首先我們以前都說過了 現在選特首的人不是說 我想做特首 如果我做特首 我會為市民做些甚麼 向市民交代政綱 爭取市民支持 現在不是 希望中央垂青 希望中央祝福 已經是一個很糟的情況 現在的京官 今天又告訴你 三大條件是這樣的 那還不止 待會吃完蛋撻之餘 又告訴你 通脹也很重要 是大問題 房屋也是大問題 現在又 有人訪問 有訪經團 又說 財務員體制不行 又經常在英國敗了英國 又不懂怎樣做老闆 天天這樣說 加上 有很多報紙會說 他其實不是罵假 是罵阿穴 有些人會說 他其實不是罵阿穴 罵阿炳 每個人都在猜 然後自自然然 又有些親中陣營的巨頭人物出來 我其實就認為他是罵誰 那真是怎樣做政府 香港政府 完全好像沒有了 自己的特區政府 沒有了自己的靈魂 有些京官 親共人士 在魂上不斷說一番 就好像座右了 整個特區政府的問責團隊 裏面的人的思維 現在這樣搞 還有一年 你才說要換行政長官 這一年真是真空得很重要 你真是造成一個很惡劣的先例 你經常提出批評 香港不斷地有媒體 什麼什麼報什麼什麼版的先知 又說其實是這個意思 其實又是這個意思 有些人出來說 這個政府 你都要對他們尊重才行 又說高度自治 我們不要說高度自治 不要說一國兩制 暫時不說 即使在中國 都從來沒有說 京官去批評 某某省的幹部不行 公開這樣說 難道江蘇省有個訪京團 有個京官走出來 江蘇省的幹部真的不行 都會有這樣的 要不你又說清楚 你有個規矩 我們行政長官是省部級 你又是部級 那怎可以吵別人 除非你說我是成國務院令 溫家寶總理 胡錦濤主席 吩咐我 交代我 這樣說 這樣又不一樣 那你又可以說 如果不是你普通部長 只手畫腳 那怎對 尤其是他是一個港澳辦主任 一個京官普通 這個部門是直屬於 都叫國務院 但是 隔了一床 如果你說 真是溫家寶議事 那就麻煩了 你說清楚 作為國務院總理 我們陳政長官要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 當然是他可以罵你 而且我們現在看看 左派巨頭的回憶錄 我們又發覺以前 他就說 以前 周南又和老平不合 誰又不合 我們想想 某京官又說這件事 然後某京官又說這件事 哇 香港真是 全部京官都說了 怎麼捱 難怪公務員士氣低落 現在一直都說 特首也好 問責部長也好 領導無方 現在還用京官也罵他 難怪 所以你看到今天 這兩三天的公務員團體 反應很強烈 因為公務員 由頭到尾 其實他們的角色都是向 要問責的官員提供意見 不同的提案 如果程序上或專業上判斷失當 當然公務員團隊是應該 那班人 應該要受到他們公務員團隊那種查處 但現在不是 有時候公務員做的事都很準成 但偏偏就是這些準成 是建基於一些老闆 叫他們做的事 有時候老闆來到 就是問責團隊 那些副局長那些 叫你做做做做做做 副局長又不是很拖善悲 我二十多歲開始 做到現在 AO出身 AO出身 精英系統在英國 這些IV力學府受訓出來的 你一個加拿大人 這樣就說我甚麼甚麼成省 有時候賺到很少錢 未進來之前 你知道那些政府公務員 背後都這樣說這句 你未進來時 都好像撿兩三萬 現在突然撿十多萬 所以公務員對於文責團隊那種矛盾 其實是有在 兼且是有日益加深 其實王剛亞這樣說話 真的很失禮 有幾件事 第一件事大家都知道 一個政府有甚麼不妥 當然是一哥負責 沒有說那些普通公務員負責 美國有甚麼不妥 不是說奧巴馬政府 不妥你說美國公務員 數字差 有甚麼金融風暴好 有甚麼好 那你當然是行政首長 就要出來負起責任 經濟好 你如有榮言 經濟不好 我不管你關不關你的事 那你都要負起責任 那你就給予一哥 就是這樣 那你不是 你不提 又不提曾蔭權 又不提問問責團隊 你說公務員 那真是好無理由 第二件事 就更加沒理由 就是你又罵英國 十四年後了 你當然 九八、九九 最多去到二千 英國人埋了很多地雷 埋了很多炸彈 影響你們 成也英國敗英國 十四年後 你還要拒絕 你還要拒絕 例如Michael 你剛剛畢業 你就說我的學生都下水皮 影響我的就業 諸如此類 我的先生又很懶 如果十四年後 你做事都賴你學校 賴你先生 你真的不太長進 你十四年做了甚麼 你十四年有沒有自己學習 有沒有改善自己 提升自己 還要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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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了十四年 還要拒絕 以前我的老闆 沒有好好教導我 沒有好好栽培我 諸如此類 十四年後了 換了新老闆 十四年後 你也是這樣的樣子 真是抵打屁股 總是拒絕 所以這次黃江亞這樣說 十分之奇怪 也令到不少的左派陣營 或者香港不少 看政圈的人都覺得 你似乎是放的 你不是無恥放的 你有心有目標放的 只不過是射歪一些 講公務員 令到大家有這個下想 是不是真任權 你再嚴格一點說 兩任特首都是中央選擇的 那你中央不用負起責任 是的 如果你民選就很簡單 你選民選出過這樣的行政長官 他做得好不好 你們選民負責 是你選的 他做得不好 你就不投票 趕他下台 選另一個 現在不是我們選 是中央選人 中央選了兩個都搞到這樣 一蟹不如一蟹 現在又賴別人 又說英國 中央要不需要都查找不足 那你好不好 不如這樣 既然你找的人 兩次都這麼差 第三次都不見得好 起碼你再陪那個 周身不見 如果不是 群紅並起 你再陪那個天下歸心 那就好像澳門 人人投票被崔世安 個個都不敢出來 你現在不是 你自己選幾次都選得這麼頑皮 這樣好不好 又好像黃光亞講 長期規劃 我們民主運動 經常叫你拿出時間表 拿出路線圖 麻煩你又規劃一下 最好曾蔭權聽黃光亞講 那就規劃一下 曾蔭權只剩一年 那就沒辦法 但是今次整件事 十分之對於我來說 都幾吃驚 回歸了十四年以來 大陸京官對於香港那種 干預程度越來越強 由過去所說的 可能是馬照跑 武照票五十年不變 盡量大小事不干預 到現在 到過去03年之後 可能就是大事提點 小事免理 現在不是 現在是大事 大事就幫一把 又或者大力勸助 小事就用出口術提檢 其實你見到曾蔭權 都真的很尊重京官 大家都見譬如說 復健居屋問題 各個政黨 除了自由黨 側側側 各個政黨都行出來 支持復健居屋 自由黨又說有少少保留 又說要蓋少些 諸如此類 但起碼他都不敢反對 反對蓋復健居屋 各個政黨出來說要復健居屋 一眾市民都說要復健居屋 曾蔭權又不聽 不用 經官一出來說 訪問問題都很重要 立刻飛逃去立法會 說我都不排除 會復健居屋 都很聽話 民意就不用聽 你說什麼都好 民建聯 工聯會 他每個人都走出來 都不用聽 經官一來香港吃蛋撻之餘 告訴你 房屋也是問題 五天就要復健居屋 經官對於五區公投不喜歡 立刻逮捕機制 照計都很聽話 更鬧 但這種聽話到最後 是建基於到最後 整個香港市民眼睛雪亮 之後他的公關儀倆又做得差 是不是 想著 京官想著 這個人 公務員出身 比雙人好 十一國 是不是 應該都對香港內裡的政治 經濟事 經濟形勢的環境 應該有些判斷 有些謀落 誰知道 我不想 我找你 都是想你幫我做事 結果你又做不到事 結果搞到一獲譜 你逮捕機制真的搞得很惡劣 聽說京官都很留意 七一遊行有多少人 搞到港府好 死緊張 整天都想想 七一遊行怎樣才可以少些人呢 派錢會不會 派錢在什麼時候派呢 諸如此類 所以休息回來 我們今天談一談 逮捕機制 以及接下來這幾個月 政圈的風暴 休息回來再聊 回到國情講情的時間 不知道各位在看電視的時間 有沒有發覺政府這一陣子 做過一個第二寶機制的宣傳片 那宣傳片十分搞笑 也是有史以來 除了政改方案之外 是政府有一個很指向性 和很針對性的一個宣傳 對於一個政府會這樣做 其實十分之奇怪 是的 譬如你說諮詢 那就諮詢 通常規矩都是列舉幾個方案 你選一下 他不是的 他最初就說 如果誰辭職 我們就選輪到輸的人之中 最多票的那個 我們去找他 說完了 沒有諮詢 然後 別人罵他 他讓步 讓步就好了 跟名單 你們吵了那麼久 跟著名單 補上去 最後的了 現在又說 又拿出來 推心求教 諮詢 但是一方面 正如你說 那些用語 很有傾向性 作望力和反動 又說浪費公帑 這些字眼 經常出來 又故意辭職 無故辭職 這些事情 經常都用這些字眼 而且很明顯還有一個 諮詢當然是說 喂 不改行不行 這個也是一個選項 照舊 行不行 照舊又不是的 不是一個選項 一定要改 最後又 然後他又告訴你 也不是的 我們什麼都聽 那真是 任何人看見都 有沒有諮詢的誠意 尤其是這樣看 這個大保機制 完全是看得出 特區政府 現在是沒有立場 立場 其實最主要是 最後 都是座右於 中央的 京官的 意旨和指示 就算可能 那時候沒有的時候 中聯辦發工 可能中聯辦 就決定一切 其實 這件事真是你搞得一塌糊塗 難怪京官都這麼生氣 這件事很緊張 大家都知道 爺爺非常不喜歡公投這個字眼 就自然說 不要搞你什麼 不准公投 說完 說完之後 大家都知道 立法會政府 夠票過的 不需要去怎麼游泳 人人都不敢得罪爺 投票通過 但為何你搞得這麼惡劣 搞到連這些民建聯 這些議員 每個人都罵你 又說你又罵劇 你真是幾醜 尤其是他今次 亦都將整個建制派拖落水 你看到梁美芬現在幾慘 要找到臨時演員去幫他打戲 送花 還有譚耀宗接受電視訪問的時候 都是 別人問他 到那時候說 不同名單支持 現在同名單有支持 不諮詢你有支持 到現在諮詢你有支持 整個建制派的體系 完全是無所適從 黃國興也走出來問 你如果有個市民選了個方案 你後來又發覺不合憲 那怎麼辦 黃國興和陳太太的陳方安生的立場 都很近 尤其是現在政府都未將這個 逮捕機制去講清楚 究竟四個方案裏面所謂的四個方案 有沒有是合乎這個 第一基本法 第二就是公民和政治權利公約 第25條的A、B和C 林瑞麟有講 25條B 因為香港沒有普選 所以不適用於香港住 但是根據那條政治權利公約 25A、25C都講 香港市民簽約的國家和確認的國家 是應該公民可以平等地參與公民事務 社會事務 現在沒有 又不講 法律依據又不講 甚麼都不講 我們香港的法律專家 坐在人大常委的基本法委員會 陳宏毅都走出來講 有兩個方案可能違憲 林瑞麟強行說 陳宏毅都沒有 每個方案都沒有違憲 真是不知道他怎樣可以說出一句 這個說話 連政府做諮詢 拿四個方案出來之前 都不知道這樣的法律意見 其實很簡單一件事 如果一個人辭職 訴諸民意 是一個很自然的政治過程 是一個很合理的政治過程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即使基本法裏面 都有類似的規定 都講明如果特首拿個預算案 立法會不通過 他不就是接受立法會的意見 接受立法會的多數意見 要不就是解散立法會 選過 再看 浪費公堂 這是基本法裏面的規定 很多時候政府都會這樣做 遇到一個很有爭議性的問題 如果議會通過 就解散議會 訴諸民意 辭職的人 也要冒上風險 辭職進行補選 就是讓市民去判決 我的立場是這樣 我現在辭職了 我希望你投票 你表示支持我 反對我 如果人們反對我 可能很低票落選 你要承擔這個責任 你怎可以隨便說別人是無理 故意 浪費公帑 這是很基本的政治行為 所有民主國家都是這樣做 基本法都有這樣的規定 有重要的法案 重要的政策 包括預算案 特首拿去立法會 立法會不通過 他都有權訴諸民意解散 再選立法會 為何可以無端端去 誣滅補選 別人辭職 要求補選 講到別人不堪 這個也看得出 當然大陸那種虛脅 還有就是香港 跟曾蔭權 問責團隊也好 對於那種他們自己 本身擁有民意授權 那種虛脅 始終自己是沒有民意授權 對不對 他唯有就是唯命是從 變成就是今天這樣的情況 中央未出聲的時候 當公民黨和社民連說 我們辭職補選 我們見到自由黨那些田氏兄弟 民建聯那些磨權策掌 因為有便宜可檢 在他們來說 就有人沒有輸 你辭職而已 我來搶位 搶到就有好處 搶不到都一點損失 拿回選票之助 每票十二個多 他們磨權策掌 後來爺爺說不准 那就不准了 於是爺爺說不喜歡公投 那就有逮捕機制 這些事情就反應得那麼快 復健居屋 人人人曹冤八糟說要復健 他又不理 黃光瓦一出聲 又要考慮 這樣的政府 怎麼對得市民主 這只是要補充 英國七八年之前都做過 變相公投幾十次了 所以究竟為何會這樣呢 真是由成亞英國拜 英國不會的 好了 算數 好了 第二部機制都搞了一鍋抱的時間 我們向前望 接下來特首 到最後三月就要選了 對不對 現在好像真的風起群 民主黨又想派人 之後 泛民有幾些議員都說 吳曾鈺成其實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再加上跑馬仔那些 那三個 這一場仗 或者可能說 特區政府 現階爭任權政府 在接下來七月一號之前 基本上都低腳鴨 甚至是真的沒有權力 沒有人理他 現在每個人都是開始 跟你疑似候選人說 期望在哪裏 整個管治威信就是因為沒有選票 而令到那樣的 即是踏實做事都做不到 沒有威信 政治真假 很快就選這個選委會 你理論上就是 即使不要改現在的選舉制度也好 沒有補選沒有成 任何建制中人想選特首 最基本的就是走出來 我想選特首 我的政綱是這樣的 我的團隊是這樣的 希望你們大家支持我 這是最起碼的要求 亦都是 不要說民主有所進展 就根據現在做 現在個個都 第一 都是疑似候選人 個個都等阿爺祝福 我們也看不到他的團隊 我們也看不到他的政綱 即是怎樣循序漸進民主法 即是在現在這個有限的機制下 都一點都不民主 一點都不面對市民 所以即是 我想接下來誰做特首都好 都會是重複這些問題五年 即是好 就算好 商人又不行了 公務員又不行了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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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那幾個都好像 不是很碰相 就電池都用了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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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說香港潛創的問題 越來越多 即是社會問題 矛盾 即是 即是 無論是這個官商勾結 也好 即是地產化權 甚至可能是 即是 貧富大眾的生活 那種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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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很難搞 即是 即是你 即是你經常都說深層次的矛盾 深層次的矛盾 所有市民都知道 就是 大家看看目前現在的生活 似乎比以前更危 展望將來 又不見得會好 見到貧富越來越懸殊 就算自己有份工作 可能自己的兒子 找工作的機會也越來越少 大家是覺得不妥 見得到你一味 是在說 我們經濟又如何好 諸如此類 大家都希望 第一 我們的經濟的競爭力 有改善 我們最基本的 教育 醫療 房屋 退休保障 都有很好的安排 這是很普通市民的要求 我們見不到有任何的 真的有甚麼改善過 所以 即是 即是 這一年大家都 沒甚麼期望之餘 都想不到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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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居屋 等我 十月 十月告訴你 學德里華差 那你十月告訴我們 人家都說 都不是很關你的事 之後派錢 這樣 完了區議會選舉 我年輕人 三月才收到 早點 區議會前後 你就收到 即是 即是 用來搞 整個香港 真是 唉 真是 有些 不知道怎麼說 不過就是這樣 今集國情講情到此 下一集再見